好 接下來呢 邀請我們粉絲寶寶們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喔 徵召侯友宜的時間點曝光了嗎 柯志恩說是這一天 但剛剛圈圈圈 我問他哪一天 圈圈說等一下再告訴我 那我等一下再告訴大家 在這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下 國民黨現在到底喬得怎麼樣了呢 國民黨的2024總統徵召提名 好 現在大家有各方的說法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國民黨的秘書長黃建廷 因為他講了一番話 登上了頭版頭條的 版面標題很大喔 4月13號上午才說 黨內態勢明顯就是侯友宜 基本上侯宜算表態 實力也最堅強 馬上到了下午趕快來澄清 黨內的共識是侯友宜 最能代表國民黨 但僅靠黨沒把握打贏2024 因此要整合泛藍陣營的郭台銘 現在第一階段 算不算是取得共識呢 黨內共識是侯友宜嗎 只是因為態度反覆也讓大家質疑 是否有其他的壓力呢 據說現在有三階段 第二階段整合泛藍郭台銘 第三階段爭取非綠陣營的支持 只是現在呢來看中間這邊 那是不是配來配去 都沒有配到朱立倫呢 先打一個問號了 只是呢現在柯文哲啊 最近在美國啊 行程還是滿檔 他也說了喔 2024我一定會選 好重申一次 不選才需要宣布 他意思呢 他就不會額外的再宣布說 他會不會出來選了 只是現在喔 很多網友的想法是 想整合民眾黨想太多喔 所以撤資的傳言是真的嗎 黨高層離遠離民意太久了 那麼現在呢 在民進黨的部分呢 還有這國外學者怎麼看呢 民進黨賴清德已經定調了 台灣已是主權獨立國家 沒有統獨問題 兩岸情勢緊張 問題不在台灣 但不放棄跟大陸持續交流合作 那現在日本的學者小莉元欣 他的臉書發文 他告訴大家他說賴清德的台灣定位 有明確的框架了 接下來就是提出國內的政策觀點 藍營人選魏明 他說賴清德已搶戰先機 但是選戰呢 還有好一段時間 有時候搶戰先機 贏在起跑點不代表呢 後面就會穩贏的啦 選舉沒這麼容易啦 時事評論員黃陽明說 賴清德的談話了無新意啊 又在打孔中牌 賴清德不過是 蔡英文2.0 好 回到國民黨 現在呢2024的總統徵召提名 立委鄭立文表示 他說侯友宜啊 基本上黨內共識 但是呢 如果還有後面二三階段的話呢 他說甚至最後黨提的是非國民黨籍 都會讓大家慢投問號 因此鄭立文也呼籲說 應該要趕快重檢的徵召 定於一尊 我認為在這個整個 徵召提名的程序 為什麼 黨內高度的共識 希望透過徵召 就是如同黃建廷秘書長 在兩天前所說的 因為侯友宜市長的支持度 一枝獨秀 遙遙領先 為了2024的勝選 這幾乎是一個已經是高度的共識跟認知 那麼就應該要簡化提名的程序 從數從檢完成徵召提名 但是呢 後面在徒增的第二階段跟第三階段 就讓大家非常非常的疑惑 滿頭問號啊 因為畢竟國民黨是泱泱大黨 我們很難想像 無法理解 有一天有可能國民黨在2024所提名的總統候選人 並非國民黨籍的嗎 我相信這個大家大概都很難想像 也無法接受 所以應該把整個的徵召程序重檢 就如同黃秘書長所說的 既然已是高度共識態勢明顯 就早日完成徵召侯友宜市長 定於一尊就是國民黨正式的總統候選人 至於後續是否要跟其他勢力 溝通整合合作 那我覺得應該交由總統候選人來做決定 那麼只有總統候選人確定了以後 我們全黨才能夠就戰鬥位置一致對外 不在內耗 或者是增加很多莫名不存在的陰謀論 跟黨內不存在的心結 對外展現國民黨一致團結對外 那麼我覺得這才是國民黨勝選的 方程式 唯一的勝選方程式 謝謝 非常歡迎大家在聊天室留言告訴我 你的想法 你覺得勝選方程式是什麼呢 好再來重點來了 我們的中天新聞網 大家有沒有來登入了 國民黨真遭侯友宜時間點曝光 柯智仁說是這一天 我剛剛其實有一點猜到了 520 他說了有可能是在520 因為他人目前在這個美國還進行訪問嘛 那他就在跟僑界會面的時候就透露了 有可能是520 最遲最遲啦 6月中會不會是之前說的6月18呢 之前把人選給定了 好就是今天曝光的最新消息 好真的大家耐著點性子要等520嗎 除了說馬英九徵召是在5月底 然後呢韓國瑜是在7月之外 他說其實其他都是在6月啦 所以國民黨現在呢 也不是什麼特例提前或延後 就是照著慣例來進行 好來接下來我們繼續來看更多的內容 侯友宜那一天呢 說了隨時都能上場 大家說這算不算類表態呢 那如果說侯友宜出來選的話 那誰要來代職呢 那新北市的副市長劉荷蘭表示 他說市長平時有出國或公務行程 本來就會有一個代理機制啊 好所以呢 是不是已經有做好準備代理市長的部分呢 只是大家也在從一些政治人物 會面的時候的一些肢體動作 來做解讀 比如說在這一場中常會上呢 本來侯友宜 要讓盧秀燕市長站在C位 但是當時候朱立倫就示意說不用啦不用換位子了啦 所以呢 朱立倫跟侯友宜 其實在這一場活動當中的互動 大家看在眼裡 那媒體評論是極其熱絡 侯友宜是朱立倫心中最強候選人嗎 下面後面也是打了個問號 那麼我們再來看 張啟成的岳父 劉勝郎表示 他說侯友宜 就是大家心目中的理想候選人 他說中華民國如果沒有國民黨執政 兩岸關係會越來越僵化 2024國民黨必須重返執政 讓兩岸回到和平發展的正軌 他說呢 軍公教系統 大概有一百多萬成員 再加上眷屬三百多萬 百分之百支持國民黨推出的總統參選人 那現在呢外媒怎麼看呢 其實日本的媒體NHK非常的關注 總統大選倒數九個月 NHK大幅報導台灣未來 不是親美就是親中 難道我們台灣沒有第三條路 我們要選邊站嗎 現在呢中華戰略暨兵棋研究協會的研究員 李華秋他認為賴清德被稱為賴神 有一段時間 但現在幾乎沒有人叫賴神了耶 好會是這邊嗎 來在旁邊一點點 賴洛神談嗎 好我們繼續來看 其實很多人有一些想法 比如說官職官場灰塵抖得掉嗎 立委提名廝殺可以擺平嗎 好像是王世堅啦 還有這個他們自己的這個立委 在廝殺何志偉啦 還有蔡賴的心結啊 真的已經喬定了嗎 恐怕很難哦 那再來前立委郭正亮亮哥說 侯永宇民調落後也未必輸啊 現在都還還沒出戰還沒開始呢 好另外呢 有三個論點哦 譬如說美中關係要和緩 那民進黨的抗中牌就會打不動 再來呢 侯永宇相對比較local本土 還有美國對於美國來說 比較沒有這個親中的疑慮 好再來柯文哲有望喊出這一點哦 支持政黨輪替不分區支持民眾黨 好以上呢是藍綠白的分析 那至於呢賴清德先前有發表談話 提到台灣沒有統獨問題 那國民黨呢在14號也召開記者會啊 鄭麗文就痛批 賴清德以前哦 自詩是台獨的政治工作者 為何民進黨經過兩任執政之後 台獨就不再是共識了呢 難道又是自欺欺人夢一場嗎 立委吳怡町提出質疑 他認為賴清德在玩文字遊戲 為什麼在你們執政了兩次之後 台獨不再是共識了 難道不需要跟你所有的支持者 說清楚講明白 30年台獨一場夢 原來只是一個自欺欺人的謊言 為了這個不存在的問題 內鬥了30年 製造了多少內部的矛盾仇恨 民進黨難道不需要說清楚 講明白公開道歉嗎 今天民進黨不斷的 對台灣人做認知作戰 賴清德選上總統之後 念之在之 要把蔡英文的抗中 變成和中變成和平 為什麼不敢抗中 到底在怕什麼 因為美國人有依賴論 因為美國人對於賴清德 長期高調的主張台獨 有非常大的疑慮 賴清德什麼都不怕 只怕美國 所以呢 要向主張一個中國政策的美國 交心表態 他不在別上識別證 上面寫台獨工作者了 趕快拔下來 他說中華民國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隸屬 事實上我們已經是一個主權 獨立的國家 他也說中華民國 台灣的前途 必須有兩千三百萬人民來決定 這真的是類台獨嗎 我告訴大家 這只是萬萬文字遊戲 賴清德絕對 覺得自己這不是台獨的話 他現在其實是民進黨的黨主席 他能不能主動刪除台獨綱領呢 他敢不敢刪除台獨綱領呢 如果不是的話 他這個台獨路線 真的能保台嗎 不要說和平保台 我們現在連經濟可能都會出了問題 好 大家來看一下這個議題 國民黨2024會徵召侯友宜上陣嗎 現在大家都對這個議題 非常的感興趣 熱度很高 文大教授紐澤勳表示 他說分析如果侯友宜 被徵召有四大優勢 首先侯友宜本土性強 而且出身中南部 比歷次的國民黨候選人 更具備有南部的拓票能力 再來地方組織部分 還是可以形成地方包圍中央的格局 再來是如果郭台銘曾說侯被徵召會支持 那麼郭台銘就能夠 挹注商界的能量來挺侯 對侯當然是利多 第三 只要侯友宜表態 一定會有一波慶祝行情 支持度會回穩 最後是北基的基本盤呢 一定能夠防堵新北出身的賴清德 從北部突圍的機會 只要守住北部 只要能從南部多拿到比藍軍 前幾次選舉更多的票 勝率就會高 再來呢 立法院的內政委員會 出審通過選霸法的排黑條款 未來呢 上至總統下至村里長 曾經因為黑金槍毒 被判刑者不得登記參選 立委洪莫凱質疑 選霸法只適用於明代 對於高居黨職的人還是管不到啊 當然我們從頭到尾都是反對黑金 來介入我們的政治 可是怎麼做才能夠真真正正的 阻止黑金來介入政治 而不是只是打假球 說實在話這個修法真的是 非常的倉促 而且非常的幼稚啊 為什麼用幼稚來形容呢 因為一樣的道理 當初在民進黨黨內的 所謂的黨內初選也好 或者說所謂的黨職人員 有黑金的紀錄 甚至是他們的黃清國際 還是他們的國策顧問等等的 這一些有關選霸法嗎 一點關係也沒有 選霸法是民選的民意代表 但是相關來說 這一些高居要職高居黨職的人 根本也不是利用選霸法 來有這樣的一個權力跟影響力嘛 所以你現在明明是講東 你偏偏要修西 那根本就是打假球不是嗎 我覺得從昨天 在立法院內政委員會的出審 我相信就看到大家的一個想法 然後我覺得 我們先看我們的法 趕快讓它通過 那怎麼通過 怎麼進行 我覺得這比較重要 然後我覺得現在 把它做過度的揣測 然後呢 過度的解讀都於事無補 不用錢的補助 找頭路 分苦好找在地人 求職便利通 求職求財都輕鬆 求職便利通 便利商店 免費拿 免費看 求職便利通 手機買通喔